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什么三二四 安排在周围 好办事嘛 方便嘛 有一天 贪官的儿子 就对贪官的爸爸说了 爸爸我喜欢对门的美女 贪官小声对他儿子说 那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 只能做朋友 过两天 儿子又来了又说 爸爸我喜欢隔壁的女孩 贪官又说了 那是你另外一个 同父异母的妹妹 千万别跟你妈说 儿子哭了就给他妈说去了 说完以后 这妈妈就安慰他 还行啦 别听你爸瞎吹 你喜欢谁就娶谁 没关系啊 儿子 你根本就不是你爸的儿子 一个贪官下属 给这个贪官 就孝敬了一个国际名模 办完事以后 贪官就问名模 亲爱的宝贝 你是我的第九个 那你也说实话 我是你的第几个 名模就很生气啊 两个小时就不再理贪官 不说话了 低着个脑袋 贪官就说 行了 你请我愿意 愿意就回答就回答 不愿意回答也没关系 生什么气啊 名模说 别打仗 我正在数呢 刚数到1200 第二天呢 贪官就接到了恐吓电话 哎呦 你太太在我手上 现一天给我们拿出一百万 你要是给我们 汇不过来的话 撕骗 哎呦 贪官就是有素质啊 非常淡定的 对这个骗子就说了 你知道这个领导 有三大喜事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啊 第一是升官 第二发财 第三死老婆 现在我前两样都已经有了 就剩第三样喜事了啊 你要是撕骗 我再给你加一百万 这两天热炒的新闻呢 就是自由中国采访的一位神秘女士啊 揭露了中国第一家族的 借父生子被抛弃的故事啊 看完这期节目后啊 我就感觉从另一个侧面 印证了网上现在热传的什么 高校美女的争鸡卵子啊 什么从东南亚 还有什么五大洲的各国 找代孕妈妈呀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一下子就在一两年之内啊 从世界二十几个国家相继 有了孩子出生这件事 我认为好像就不是那么空穴来风了啊 上次呢有人也爆料说了 有一些贪官啊 一下就搞出个联合国了啊 他们从接受卵子 找这个代孕妈妈 到国外生产 然后DNA验证 安排接受家族等等 哎呦 全部是在利益驱使下的一条龙服务啊 这么跟你说嘛 他们就是拿着人民的这个民脂民膏 随便一安排就能生出一个联合国来啊 没准若干年以后啊 这联合国在纽约召开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基本都是人家一家人在开啊 哎呦 太好了 太好了 可正好没迟到啊 旁边一个又说了啊 耶老王 那龟嘴 人家咋菜了 我吓死你了 又来一个啊 瞅啥瞅 来玩咋去了 不老是不削你吗 哎老李 老李来了来了 好日子不见你了 你那猫哪儿去了 你呀 听的 你怎么又泡妞去了吧 你 看到了吗 以后联合国就会是这样了 在此呢 我也呼吁那些个代孕的母亲们啊 他们给的太少了 你们被骗了啊 希望你们继续站出来揭发他们 哪怕不是为了正义 就算是为了自己讨回自己该拿的 也要站出来啊 再说这件事的来工去脉啊 我记得是在路德采访惠波先生那期的时候啊 接到一个女士的神秘电话 就说了是僵世家族的私生女的事 因为当时呢 和本期节目可能不相干 路德呢 就说回头再聊 可以单独的采访 一起就匆匆的挂断了电话啊 这是我第一次呢 听说此事 后来呢 这期视频呢 也就是算是一带而过啊 没想到呢 在三月八日啊 路德还是真就开始了 这期惊心动魄的节目啊 第一次直播呢 在播出一段时间以后呢 因为种种原因就被断播 路德这样的网络高手啊 最后也没能得出结论 是被攻击了 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啊 然后第二次呢 架起手机又开始直播 但是呢 也还是没有播完 到最后又被攻击 被断播了 所以呢 我在此呢 我也插上几句题外话啊 你这个人呢 是骗子 还是做实事的人 你从这一方面就能看出来 什么那些骗钱的 除了天天会喊口号之外啊 基本上就是开什么 这大会 那大会啊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给自己造势 引来的更多的人呢 找自己办什么政治庇护啊 捐款啊 然后就是拍照 递材料 成什么美国公民是吧 办身份 哎呀你们这一套东西 我现在感觉啊 都已经在美国 都被你们玩烂了啊 美国政府呢 早就发现你们了啊 在这一两年之内 我敢肯定的说 肯定有人会因此进监狱 或者被遣送啊 会有大批的政壁人员 被拒 不信你们就看着啊 而那些做实事的人呢 每天虽然没有那么响亮口号啊 有些人是在整理文章 有些人在默默的编辑的视频 有些人呢 像小蜜蜂一样 天天坐着自媒体 煽动着蝴蝶的翅膀 有些呢 还需要养家糊口啊 打工养家糊口 其实路德先生呢 不就是在为自由中国工作吗 所以呢 真的革命 是不需要那么高大上的口号了啊 只是需要默默无闻的干出来啊 如果你什么时候 一直播就被攻击的时候啊 就说明你啊 离革命领袖不远了 那时呢 也说明你是真正的触及到了 贪腐集团的利益啊 反之 你天天在那口若悬河 知乎者也的革命口号 什么震天响 一见嘲笑怕得打啊 我不贪污不腐败 哪有钱搂下一代 基本呢 不是骗钱的 就是骗色的啊 谁会攻击你啊 让你一段波啊 那这些的贪腐集团 不就显得水平太低了吗 其实呢这些贪腐集团呢就天天盼着这些个民运骗子啊 来搅乱海外的浑水啊 越浑越好 越乱越好 好 我们继续说这位神秘女士的采访事件啊 路德先生采访完以后呢 由于那天是临时直播 又遇到了攻击和断波 他们那天很多事情呢 没能谈明白 其中就包括时间地点人物 故事情节等等啊 让人感觉呢 有些一头雾水 有些地方呢不是太懂 不过后来呢 赵岩先生就出了一期视频啊 80%以上的事情 我们就都明白了 剩下的20%呢 就在第二天的郭宝胜先生 又出了一期视频 很多东西呢 我们就大致90%都明白了 紧接着呢 还有网上有个动态网的一篇 关于这期视频的解读文章 紧接着呢在今天呢 自由中国再一次采访了 这位神秘的女士 我就把很多事情都搞得非常清楚了啊 我个人终于明白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用最短的时间 通过我的介绍 让您呢了解这件事 同时呢后面呢 我也会把他们采访的这个 和评论的视频呢 放在我本期节目的后面 让大家来评判 我理解的对还是不对 先说这位江先生啊 江先生叫江建明 他有没有公职呢 现在还无从知晓 通过第二次访谈呢 我们知道的是呢 他曾经创建过一个跨国的会计公司啊 经常吃饭的时候呢 是鲍鱼龙虾什么之类的 能非常流利的使用西餐的餐具 说明他是经常的有大场合 有能在高层应酬的人啊 开的车呢 开的车呢 虽然很普通 但是呢 他的家族背景十分的吓人 他是江泽民先生的亲哥哥 江泽宽先生的次子 他还有个亲哥哥呢 叫吴志明 曾经是上海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 也就是说 曾经是上海的第三把手 因为江泽宽先生年幼时呢 过季给了舅舅家 所以呢 江泽宽就改名叫吴德鑫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呢 也就改姓了吴 叫吴志明 第二个孩子呢 又改回了江姓 叫江建明 我理解大概是这样 这位女士呢 是姓曹 其实她的真名字呢 在视频中和网络上 已经多次都出现了 在此呢 我还是尽量的愿意 称呼她为曹女士吧 我相信她说的很多东西呢 都是真的 她受的苦啊 可以说是太多 她已经背负了一个女人 难以想象的痛苦 也可能呢 是那句话 叫 故天江将大任 于事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控罚其身形 行活乱其所为 所以呢 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真没有想到 2018年爆料革命 是从这样一个苦难的 小女子开始的 我也为我们河北人 而感到骄傲 因为呢 我听她的口音 我没猜错的话 她是我们河北的宝定人 宝定呢 大家有可能 有些人都不知道 我们那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精油的喂嘴子 宝定府的狗腿子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这也是我们让一句顺口溜 我给大家呢 说几件事 大家就知道 宝定这个城市了 我们河北的菜系呢 基本上全部来自宝定 也就是说河北的菜 就代表我们宝定的菜 还有最著名的就是 宝定的驴火 宝定驴肉火烧 是吧 还有呢 就是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 全部是在宝定境内 另外一个呢 就是前两天热说的 那个袁世凯啊 袁世凯呢 就是宝定军校毕业的 所以呢 宝定是一个拥有 非常悠久历史的城市 这个城市呢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本来我们河北省的省会呢 一直是在宝定 因为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呢 红卫兵呢 就把省政府给打走了 被打到天津去了 文革以后呢 没有办法 最后呢 把省会从天津 搬回了我们现在的石家庄市 所以呢 有事没事多 记着订阅兔哥的视频 兔哥绝对是一个 有点小文化的人 好 言归正传 我们就来继续说这位曹女士 曹女士呢 在1999年的 1月到2月份之间 在一个朋友的party上 认识了这位 所谓的大人物 这位姓江的先生 后来这位江先生呢 就对这位曹女士 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后来这位曹女士呢 是在明知江先生 是有父之夫的情况下 还是坠入了爱河 这些故事呢 其实在中国 基本上每天都在上演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但是这个故事的离奇转折点呢 就发生在了1999年的 12月24日这一天 我分析呢 这位江先生 不管是何种原因吧 不管是这位曹女士 要求什么名分了 还是江先生又有新欢了 总之 这位江先生可能是在 不想再和这位女士 曹女士来往了 就动用了一些手段 在明知这个曹女士 要去机场迎接自己的姐姐 来美国旅游的时候 就有人把那个曹女士 跟她的姐姐就给举报了 举报给了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大概我估计举报的内容 就是涉嫌帮助别人 非法取得身份之类的 俗称就是贩卖人口 警察呢 就把这个曹女士 和她的姐姐就拘留起来了 在拘留期间呢 这位曹女士 就受不了这种打击 就选择了格瓦尔厮杀 在警察抢救她的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这位曹女士呢 已经是身怀有孕 这时呢 曹女士也是第一次知道了 自己有了身孕 大家知道呢 美国的很多州啊 是不允许堕胎的 在警察局里呢 就更别想了 所以呢 好吃好喝呢 就照顾着 孩子呢 也就慢慢的孕育着 用曹女士的话说 就是上天赐予的这份礼物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对曹女士来说 她为了这个礼物啊 可以说 付出的艰辛呢 是常人永远都难以想象的 几乎是整个人生 全部毁在了这个江先生手上 现在自己不仅得了抑郁症 而且姑娘也得了抑郁症 并且呢 自己的姐姐还为此事呢 也格外自杀过 还有自己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 不仅呢 没有享受到人间的天伦之乐 还每天要为她们呢 担惊受怕 从另一方面来讲呢 我也感受到 她们这个母女呢 可能是上天赐予我们中华民族的礼物 因为她们的磨难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 只有在电视剧里 才能看到的故事情节 让我们真正认识了很多 传言都是真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她们做不到的 希望大家 借着这2018爆料的春风呢 前夫后继 都出来把这贪官的丑闻爆料出来 让更多的同胞 看清她们 远离她们 痛恨她们 反对她们 在怀孕期间呢 再去上法庭的大巴车上 这位曹女士和她的姐姐呢 还遇到了车祸啊 让曹女士和她的姐姐呢 都深受了重伤 不知道法庭是如何判的她们 但是呢 她们还是在2000年的 7月17日和7月18日 分别被释放了 释放后呢 曹女士的姐姐也格外自杀了一次 因为没有说结果啊 但是因为有照片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她姐姐呢 还是没有生命危险 后来曹女士生下这个女孩后呢 这位江先生的家族呢 首先就怀疑 这位曹女士呢 是贪图她们家的背景 才要的这个孩子 另外呢 也就是知道这个女孩后呢 就给了500美金啊 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并且还多次扬言 威胁她们母女啊 要让她们消失啊 但是如果要是一个男孩呢 啊 就是要给这个曹女士 100万美金 把这个孩子抱走 条件是呢 以后这个曹女士呢 不能再见到这个孩子啊 这位曹女士呢 到现在还都深深的 爱着这位江先生 18年过去了 据说这个江先生 只需看过她们母女三次啊 而她们这个可爱的小天使呢 在上学的过程中呢 也是遭受了很多次的校园霸凌啊 无数次的被欺负 被绊倒 被摔倒 被人家用力气割伤手腕啊 曹女士这个可爱的小天使呢 就得了重度的抑郁症啊 最后呢 当一听说要去上学的时候呢 就把孩子吓得浑身冰凉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小天使呢 仍然在说 我一定会好好地孝敬她 哎呀 你说她是多么可爱 善良天真的一个小天使啊 而这位曹女士呢 虽然身在美国 也发生了很多离奇的现象 自己呢 想做个生意养家糊口 竟然是开了三次的美容业 最后都是警察找上门来 被迫关了门 自己申请美国绿卡的 这个电子申请表格 也被人呢 无缘无故 修改了三次啊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曹女士是得罪了大人物 始终有一张无形的网 在笼罩着她的一举一动 好了 这个故事讲完后呢 大家就可以去 自由中国频道 仔细去看啊 去验证我说的是正确 还是不正确 同时呢 我也把他们三位说的 几句关键点啊 呈现给大家 这位曹女士的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认为是真的啊 因为呢 这位曹女士的事情呢 也因为自己的这位小天使 遭受学校霸凌的事呢 在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啊 大家呢 也可以去搜索 但是我还是劝大家尽量的 不要去公布曹女士的真容啊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我叫建梅 但是呢就是说 我来自由中国呢 这个平台呢 因为呢 主要是这个平台呢 它说实话 说真话 说真相 所以说呢 我就在这边呢 过来 想把我这事情呢 要说出来 说你女儿的父亲是江泽民家族的谁 他是那个江泽民家的 那叫吴志明的弟弟 吴志明弟弟 吴志明是谁的儿子 吴志明是江泽民 他弟弟 他们是哥俩 江泽民的哥哥 对 亲哥俩 对 江泽宽 说什么 我在网上说过 是江泽宽 对 本来这孩子 就是他们家抛弃的女孩 就是想把他们的身份了 把这孩子想掩埋起来 第一呢 看他们家的地位 第二呢 看他们家的金钱 其实呢 我今天来说 这个就是想还我们的尊严 这个事实 不是他们家想象的事实 这个可以说是天意 江泽民 他哥哥的 这一名叫吴志明 因为在网上一搜 是不是 都是很 是以前是上海市 国安局局长好像 现在就政法委书记 现在是政协他们好像 就两个 我大概不记得了 基本上反正是一个高官 对吧 对 吴志明 然后 但是他弟弟的话 在网上很难搜到 相关的一些资料 是 对 你有没有和他的一些合影 照片 我有 一看他就知道 这是谁 我现在亮的就是 就是 你们知道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江建明 江建明是吧 江建明 你女儿的照片有没有 一岁多照片 他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主要是 现在是让江家看 这个是主要让他江家看 你声音小 我帮你重复一下 主要让江家看的 江家的人如果看到了 他就知道 是吧 嗯 像网友问啊 就是有没有做过DNA的检测 有没有 有 两次 这证据现在没在你手上 是吧 证据呢 是我有只有律师证据 2017年12月3号 当然是截图 是2017年 12月3号 你打了电话下午 他之前他就想要 要儿子叫儿子 但是我生的女儿呢 他就不要 他就告诉我 这个孩子我不能要 当时呢 我说这个孩子 为什么不能要 他就说 OK那我现在告诉你 实话吧 我们家背景呢 是很特殊 我说什么背景 挺特殊的 他就告诉我 如果是说 我说不要 我就不能要 如果你要纠缠 你和你 这女孩 都不会活着 哎不不 这句话 这是他原话 原话 后来呢 他说如果你纠缠的话 你和你女儿 对对对 都会 都会 都会没命了 都会没命了 都会 他居然能 这么残忍的说出来 对对对 他说什么 这个不赖我 他这么说实话 第二呢 他就说 OK那行 我给你五百块钱吧 当时我 因为我是 也算高领 生的孩子嘛 那三十五岁 后来他就给了五百块钱 你知道吗 后来呢 他说这时候 我就更能要问他了 我说 我一命就做错事 这个孩子 本来就是我们的孩子 你怎么还 还威胁我呀 我怎么知道 我要再纠缠你 我就会没命了 他说 我就是跟你说实话 你知江泽民吗 当时江泽民是国家主席 两年 两千年 总书记 他还没下去呢 没下去 对 两千年 他说 他说 他是我的安主 他是他叔叔 叔叔 说这个是 是那个 当时你听了什么感觉 你觉得 我当时 吹牛力 吹啊 我说 因为 这就是上海 怎么能吹 他说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不开玩笑的 而且 眼神 特别坚定 我答应 我父亲会答应 因为我们家的名利 和这个孩子 会给我们家 带来就是不好的 那个结果 是1999年 12月24号 现在我想的是 是他们在搞阴谋吗 我都 我现在我讲的是阴谋 你们是在什么 趁着美国圣诞节 什么要走私人口 私生子有多多 我们是被抛弃的 被这个 原来 曾经第一家庭抛弃的 这个刚才网友 他说 说江家的这个 环境这么差 是不是 他意思说 就是被抛弃的 为什么被抛弃 因为是个女孩 对了 对了 他说如果是男孩的 他说就告走 给你一点钱 说了 一百万 给你一百万 他说这么跟我说的 一百万每钱人民币 我出来以后 他本来都是女朋友了 他说他有女朋友了 他说这孩子是男孩 我抱着你心疼不 我说干嘛你要抱着我 他这么重吧 你养了养不好 以后再给你说关键的 他说你养了养不好 你都给我 你就放心走了 你呢 给你百万 你看 你看怎么样 我当时还说美金 他说 我们在美国就说美金 但是你不能再坚持 你开什么玩笑 拿回女孩我都不给 你多强也不会给 你我卖孩子 我都不给 你知道吗 后来是个女孩 女孩 一分钱不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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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他啥的你 他不但不值 他还要灭了我们 你知道吧 他是他说的 他说你给我哥 我说你哥懂不懂啊 说我给我哥 让我哥给 把他送到上海 估计院 让别人领走 昨天呢 刚才上节目的这位 勇敢的女性 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大家猜一猜是谁打的 我估计没有人会想到 是中领馆打的 中领馆 驻中国大使馆 外交部 驻洛杉矶的总领馆的电话 直播到他的手机里 具体什么内容 今天他还没等 来得及接着往下说的时候 这个奇怪的是 自由中国如果要被攻击的话 这个还可以 可以这个理解 因为自由中国现在这个 不断的截黑 这个声势越来越大 但是呢 今天那是自由中国的 这个编辑记者 驱车四个多小时 用手机 你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 路德说用手机 再给大家播 直播这件事情 那手机是要通过谷歌的 谷歌的这个YouTube 直播频道 往外播出 今天这连谷歌YouTube 全部被攻陷 已经有一个很重量级的人物 确认了说 看到过江 叫江建明的 这个本人的照片 因为那个女的公布了说 就是江建明 他自己的照片 不会是别人 现在坊间 坊间大家在传 传言的 传言的 说周恩来当时怕毛泽东 把他这个所谓的这些孩子们 都一网打尽 所以呢 就把他们分散在 分散在自己的部下 和老战友的家中 那么现在呢 有人说 李鹏 根本就不是这个烈士的子弟 就是周恩来和邓永超 自己的孩子 有人说 现在的这个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呢 就是这个周恩来的 和某位 某位女演员的这个私生 你看长得也是挺像 还有人说 那个那个那个 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 为什么叫周强啊 那个那个 查一查 他和这个某位女副总理的简历 这个周强没有爹 找不着爹 正是这位女 女副总理 建国以后在北京 北京 这个 读书的时候 跟老周呢 也有过这样的关系 谣言止于智者 这件事呢 我想大家也 最好自己去网上呢 再搜索有关资料 自己去做出一个 准确的判断啊 接着呢 郭宝胜先生就提到了 华国锋 是毛泽东的私生子的问题 哎呦 我看完这个荒唐的问题以后呢 我就去网上又查资料去了啊 这一查 别说还真把我给吓坏了啊 1920年 毛泽东在长沙 建立共产主义小祖时 与一位姓姚女士相识 姚氏的父亲是山西到湖南来 贩运烟草的商人 1921年 姚氏为毛泽东 生下了华国锋 为此呢 曾引起杨开会的不满 因为当时 毛泽东与杨开会 在长沙已经同居 虽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也算是结婚了啊 1922年10月 毛岸英出生 而姚氏生下华国锋 两年后病故 于是呢 毛委托亲属 抚养他与姚氏之子 华国锋 后又将华国锋 送到了山西太原 再送到郊城 随收养他的亲属姓华 国共内战期间呢 才改名为华国锋 而这样的文章呢 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呢 还不止一篇 有很多篇都说到了 中国国内的网站呢 我认为是世界上审查最严的啊 不但敏感词 你提都不能提 更别说就发表了啊 再想呢 华国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啊 火箭提升 到最后呢 成了中共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人 从这些呢 我可以判断 华国锋是毛泽东私生子这件事呢 有可能是真的啊 中国人呢 其实有很多的坏毛病啊 就爱吓唬人呗啊 小时候呢 妈妈总说 狼来了 上学以后呢 同学就吓唬了 老师来了 结婚以后呢 朋友就吓唬说 你老婆来了 工作以后呢 同事就在说 领导来了 当了领导以后呢 就有人吓唬了啊 中纪委的来了 好不容易当上国家一把手了啊 就倒车 倒车 倒车就来了 我命令 以后谁也不许在我面前 再提这两个字 什么来了来了的 这时呢 情人又跑过来了 领导 这个月没来 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呢 给孩子讲恋爱史 父亲就说了 哎呀 你妈呀 是我一生的恩人啊 当年在我身无分文 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妈妈不顾全家的反对 收留了我 这孩子就问去了啊 问他妈你为什么要收留我爸 他长得帅吗 他妈就说 那拉倒吧 他长得磕成人呢 身无分文是真的 走投无路也是真的 不过我还是收留他的主要原因是 他开着保时捷来的 好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 再见